我们先调磨,先把磨调平 先让它走,看一下磨有没有上下浮动特别大 如果上下浮动特别大的话,就调甲轮的角度 甲轮角度调这两个螺丝,这四个螺丝 一般是把它松了 把它松了,然后调到边上 这个角度调高一点点,这个往这边斜一点,它这个磨就会往上走 如果往这边,往这边敲的话,它夹着敲下去了,敲平一点这个角度 它这磨就会往下走,看一下 这个角度低的情况 然后,我们把它调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调起来 现在普通一点多,把它调下去 把它调起来 要跟里面的很,要跟里面的比较好 现在两个磨都是一样搞的,两边的磨 我们摩条好收啊 摩条吸管 放一根吸管下来 先调这个位置 让它转 看它习惯到里面紧不紧 到这个夹住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紧的 如果紧的话,把这个底座 把底座松了 拿个锤子或者扒一手 拿个锤子或者扒一手 要敲,敲它两边 往外面瞧了 再往外面瞧了 它管子就往外面顶 然后往里面瞧 它管子就往里面走 我们一定要调到这个轨道的中间 让它在这个夹人的中间 活动的时候很轻松 那我就跟下好了 那我就跟下好了 我把锤子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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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调好之后 我再调这个夹人的高低 这个夹人 夹着一根管子的高度就可以了 夹着一根管子的高度就可以了 好,然后把这个锤调好 把锤子钉上 前面那些位置的调整呢 都是为了夹人能把这个料轻松的送出去 这个夹人呢因为是没有力的 它完全是靠这种夹紧 然后膜往前拉 带动它走的 所以说这个管子在里面 在这个轨道里面一定不能 一定不能靠边上了 一定要在中心一条线上面 所以说这个位置 直接这个位置 比较调好 然后我们现在 跑一下管子看一下 呃,等一下就 呃,然后现在就是调那个 调长短 调切到位置 要把位置调好 就是说我们换短的换长的 要把位置调好 调位置的话是调这个 调位置 切到位置的话调这个 我们先把它点动 它这边有个螺丝 我们要把它装拿 你把它装拿 把它装拿 把它装拿 装拿 一边 装拿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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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跑出来的管子就靠前面了 后面很长 那我要把这个管子往后面移一点 我要转过来 后面移一点就是往这个方向往这边这个方向是往前走 往这边这个方向是往后转 然后我们就把他往后面移一点 我现在把板子往后走了一点 两边差不多长了 调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把这个扭到没有速度的时候都按下启动 按下启动之后他这个他这个就锁死了 他轴就锁死了 轴锁死了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松了 他就可以单独转了 如果说你轴不是锁死的状态 你是停止 停止他轴就没锁死 他这个是可以转动的 他轴就可以转动的 然后你送了这个东西 他轴也跟着动了 还有一个挡板 这个挡板 外面这个 这个就是 这边这个挡板就是刚刚好挡住第二根管子就可以 挡住第二根管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这个挡板就是压在管子上面 就是也不要压得很紧 就稍微靠着管子就可以了 不要让管子 不要让管子走 走到这个横峰能上面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我现在调好的效果 我现在调好的效果 来看看我们